孤雨天 春渐远 白云如山前 孤雨天 几炊烟 烈雨细到天 孤雨更春远 孤生起风眠 云桃黄香 春仙 孤雨花开蝶 走一场孤雨那 春风不忍眠 走一场孤雨那 丛雨的人间 摘几春秋秋雨天 才几头茶叶 风筝和少年 行过了千重山 周深到底有什么魅力 每上一个音宗就征服一个大佬 怎么会有人的嗓音这么适合大气磅礴的歌 阿敏震惊到连连称赞 阿敏震惊到表情管理失败 想想要欢乐中复你 深夜公开还那 欢乐中复你 波浮火到够岳 安以致信背头反响 我的天啊 这连彩清唱的声音都这么好听 小春评价周深 没有人会不喜欢他 周深感觉喜欢 周深没有人不喜欢 我们好像这个小鸟 太厉害 龙姨这眼神 简直比喝了二锅头还迷醉 谁能想到 一个歌手的戏腔 可以这么卷 慧英红都坐不住了 一首天下有情人 让原唱周华健 惊到目瞪口呆 六月天飘下来的血火 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爱是一滴 错不感受过我 但眼泪还没凝固 已经重回 等到青丝突起 它才出现了一回 等到红尘残残碎 它才让人双手双腹 那 周深在歌手舞台一战风神 五种音色演唱打了崩吧 连女剑都直演 周深天赋一饼 完全唱出了 我写作之外的音乐的情节 富有了很多新的色彩 我觉得周深是一个天赋饼 艺天才 没有非常好 初到以来 周深一直致力于 打破传统音乐界的桎 不断尝试各种音乐风格和形式 他的歌声清澈婉转 饱含情感 无论是全是经典老歌 还是创作新的音乐作品 都能带给听众极致的享受 而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 和创作的多样化 也为他赢得了 众多忠实粉丝的喜爱 你吃了这个苹果 洋气宝宝 冒出一群又一群 周深的成名之路 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节目中的 努力与汗水背后 还有这对音乐的 不断探索和魔力 他曾表示 我真的每一首歌都很用心在唱 所以希望大家多听听我的歌声就好 这也正是周深所散发出的音乐魅力 不拘泥于固有魔式 勇于尝试各种可能性 让每一首歌都展现出不同的风采 周深的出道历程 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他在歌手节目中的成绩 不仅为他赢得了荣誉 更为整个流行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年轻一代的音乐才子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展现出了独树一致的音乐风格 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他的成功也让更多年轻人 看到了音乐梦想的可能性 激励着他们勇敢追寻内心的声音 总的来说 周深凭借其出色的唱功实力 和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他的成名之路 不仅是个人音乐生涯的辉煌篇章 更是对于流行音乐的一种革新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周深会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为我们呈现出更加精彩分成的音乐世界 愿有岁月可回首 愿白头时共菊油 加油 那里有富有古老的草原 叫我的母亲母光深渊 温柔的桃花雨缠绵 温柔的桃花雨缠绵